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赵露丝陈哲远恋爱日常是有多甜啊 公园约会散步互拍美照 这样普通的恋爱日常就是很让人羡慕啊 不过也是 这两人本来就一直是甜甜的 妥妥现实版的偷偷藏不住 还真是头一回看见男女演员拍吻戏 导演着急的一巴掌打掉的 多怪暧昧气氛蔓延 控不住了 男孩子在这方面果然都是半猪吃老虎的 跟赵露丝拍吻戏 陈哲远紧张的说他不会 还要赵露丝现场手把手交 示范给他看 讲解要怎么亲 才能让他有感觉 陈哲远认真学习的样子 好像还蛮人处无害的 他可能真的什么都不会吧 可谁知一开机 陈哲远猴急的一把懒过腰 先是欲擒故纵的蹭了蹭脸颊 然后故作玄虚的 把脸埋到露丝的脖梗上 最后 再不容抗拒地稳住他 这哪里是不会呀 这分明示太会了 结束了之后 露丝评价陈哲远的表现 你猴急猴急的 陈哲远很是害羞 待在原地不敢动 赵露丝还拉着他昭告天下 他刚刚就是紧张了 还猴急猴急的 笑死 这是什么危险发言啊 可是 陈哲远这个扮猪吃老虎的套路 在赵露丝的身上 屡是不爽 毕竟 谁能拒绝一个猛男的撒娇啊 要开始拍沙发吻啦 陈哲远撒娇说 你先主动一下下 然后我再主动接着 露丝听了瞬间两腿一软 矜持地反驳说 我还要怎么主动吗 可反驳归反驳 到底还是露丝主动了 露丝主动出击 贴上陈哲远的嘴唇 一边亲一边试图把战场转向沙发 两人挪窝的连五官都在用力 最后还是招架不住 露丝身体失去力气 他倒在陈哲远的怀里 只是这边失败了 就又开始重新亲 陈哲远一把东在了沙发上 突如其来的沙发东 让导演一巴掌拍到了陈哲远身上 因为陈哲远用力过猛 把自己的胸肌都亲出来了 毕竟 这是在拍吻戏 要追求没敢的 怎么可能随便亲 又不是在家里 陈哲远这次由发挥 被导演撂倒的窘迫样子 露丝感到好好笑 咱就是说 终于get到 为什么陈哲远和赵露丝 都一口同声地说 这场戏是他们最喜欢的场景了 居家休闲的装造 温馨的场景 加上两人之间的体型差 发生点什么 都是要让人磕疯的 查查吧 这两人真的不像眼的 而且这场戏正是清完结尾时 工作人员都在起哄陈哲远 露丝害羞到语无伦次 陈哲远也脸颊通红不敢说话 陈小鸟依人状地倒向了露丝的怀里 拜托 你俩这样的反应 真的很容易让人想多了 被人调侃之后 不应该是互相挣脱开吗 这倒好 还直接抱上了 这很难不可到吧 上一次有男演员倒在女演员怀里的 还是送一根白静瓶 这对真情侣对戏呀 一个女生把一个男生给吻害羞了 能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男生心里不对劲了 以我多年的单身经验 陈哲远绝对有问题 怪不得CP感这么强 原来这两人是真情实感的 当陈哲远听到 男主持人叫赵露丝为直指 陈哲远刚刚还乐呵呵的表情 顿时就情转多云 眼睛瞪得像同龄 目光炯炯的逼问主持人 你也叫他指知 语气间充满了不可置信 宣誓主权的样子 像极了那正在吃醋的男朋友 赵露丝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眼神慌乱的看向陈哲远 想要解释自己的清白 陈哲远直接手指着主持人 放话说 你注意一点 陈哲远占有欲十足 好霸道 不允许除了他之外的男细胞 叫媳妇直指 好家伙 你小子视入戏太深 因戏生情了吧 该说不说 因为电视剧 偷偷藏不住的热影 陈哲远与露丝之间的CP 的确是甜到发慌 无垒和老婆敌症 算是白扯了 网友们都自发的选择对不起磊子 这波CP先刻为净 净直的就刻起了陈哲远的新CP 随着偷偷藏不住 剧集的成功 赵露丝也传出接演古装剧 朱连玉幕的消息 该剧预计于8月开拍 已经在微博上设立了相关超话 剧传男主角的选角尚未确定 而与赵露丝曾经合作过的 刘雨宁和陈哲远 都被提及为可能的人选 然而 有消息指出刘雨宁 已经接下另一部现代剧 所以还不确定能否与赵露丝重剧 目前网上盛传赵露丝已确定接下 朱连玉幕 并且是剧本也已经交给了陈哲远 剧组希望能够再次匹配这两位演员 因为他们在 偷偷藏不住 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不仅有高人气 而且如果能从现代剧 转型到古装剧 必然会引起很大的关注和讨论 朱连玉幕 是以唐朝为背景的剧集 是一部女主角非常重要的故事 同时也是一部励志剧 剧情描述了采珠少女 端午在澄清自己身世之后 意外地遇见了张静然 月云秀 郑之恒 等人 开启了珠宝世界的大门 最终成为珠宝行业领袖的故事 这部剧结合了珠宝 商战 女性成长和创业等元素 有着非常多的看点 男主角张静然 他是一位文词优雅 温文尔雅的诗人 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商业头脑 和谋略的人才 剧中他成为女主角的创业推手 在感情和事业上 与女主角相辅相成 剧组对赵露丝出色的演技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并表示相信他能够 很好的诠释这个角色 然而 由于该剧是以女主角为主角的大剧 男主角的角色 虽然也具有复杂性和发挥空间 但是与女主角相比戏份会相对较少 因此 找到一位能够与赵露丝匹配 并且不计较角色重要性的男演员 并不容易 据悉 除了陈哲远之外 剧组还在考虑与赵露丝合作过 长歌型的刘雨宁以及 辛洛宁成堂 的陈兴旭等男演员 男主角的形象和气质 与陈哲远相当契合 据悉陈哲远并不在意角色的重要程度 只要角色喜欢 并且剧本和团队专业有趣 他愿意与赵露丝合作 对于赵露丝和陈哲远来说 能够再度合作 尤其是在一部古装剧中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们既有演技和人气 又具有丰富的演艺能力 相信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加惊喜的表演 剧组也希望这样的搭配 可以吸引更多的粉丝 为剧集带来更高的关注度 然而 一些粉丝担心陈哲远之前 已经接下了另一部现代剧 珠连韵幕 而该剧定于8月开拍 不确定两位演员的时间 是否能够协调 另外 赵露丝和刘雨宁 曾在同一天出现在上海迪士尼 尽管没有被拍到同框画面 但网友整理出的三大证据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首先 赵露丝在拍摄 后浪期间 在休息时间一直抱着 与刘雨宁同款的玩偶 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其次 赵露丝在刘雨宁生日前夕 并够了与他们因原色相同的黄色蛋糕 这被认为是一种暗示 此外 两人还穿过同款情侣服装 并且之间有着一些暗号式的互动 所有这些迹象似乎都显示出 他们之间的默契 十分惊人 如果他们能够共同出演新剧 珠连韵幕 那无疑会让他们的CP粉丝 更加期待 你看过偷偷藏不住 那么 你觉得赵露丝陈哲远CP感怎么样呢 蛋糕